真心体是基金 像是无量智慧 基金是定 定僧慧 慧无所不知 什么都知道 佛法的修学 就是戒定慧 不是世尊一个人修 是佛三世 一切祝福成佛 都是走这条路 没有例外的 应接得定 应定开会 那所以要晓得 持戒为什么 为得定 为基金 那么有一些持戒的人搞错了 戒律持得很严 一天都往批评别人 侵蚀别人 瞧不起别人 为什么 别人戒不如他 结果怎么样 结果他造罪业 持戒是得定 定要得会 他不能得定 不能开智慧 批评人 轻慢别人 造罪业 古报就是善途 错了啊 人家纵然做错了 都要原谅他 不要给他接运出 你一念傲慢 一念批评 就造三途罪业 这一段事情 过去 我们在台中修学的时候 老师常常警告我们 我请老师讲理解 我请他老人家讲经 读了一次 他就答应 我请他讲理解 其次 他在答应 告诉我 为什么我不影响 大家听不懂 听了也做不到 讲是白讲了 怕的是 学着一点皮毛 傲慢心升起来了 侵蚀别人 那不讲还好 讲了之后 让他们读到卧道去了 就不讲 不讲是慈悲 老师给我们选 前面两篇 确理 确理的内容 跟弟子规差不多 都是假日常生活当中 小死 劝我们要落实 与确理 内容 去相近 那则 我记得老师只讲这两篇 其他的没讲 您学起 乐迹 老师提出来 介绍个大意 没有系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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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